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来试一下这个Mana的这个整个一个几个色法 它不是整个啊 就是说给大家试一下这么多颜色 有点兴趣我会加油的 OK首先选22号色就是这样子 22号色 这个颜色好日常啊就是好 诶怎么说呢就是好日常啊 不张扬这个颜色不张扬很低调这个 但是白皮可以黄皮也可以 呃黑皮有点不行 黑皮有点不行 这个这个颜色就是日常日常上班用颜色 OK下一个是30F号 它是一个加星号的推荐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白皮厚得住 黄皮有一点点会让肤色变暗 这个黄皮可能不太行 啊左性就是黑皮很黑的皮 这个这款没有问题 反而会很显个性 这款 你是一款贤妻良母色 是那种就是就是感觉像是一群就是就是 你如果是犯人 然后你你你用这个颜色在那边 别人都会觉得你你不像是你不像是犯人 就觉得你很很善良很很很和蔼的那种 就是老好人的那种那种颜色感觉 就是就是本来做坏事就不会想到是你做的 那种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心机的那种裸妆裸妆那种 人会用的感觉 这个就是好人色 嗯这个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更贴切一点 就是好人色 OK我们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是21号色 这个是有点棕的一个一款颜色啊 这个颜色我之前没有试过我觉得可能以前没有这种就是棕色没有这么火吧 现在我试一下啊 这个我感觉是接近藕色 诶这个我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还是那种很低调的那种 就是这种贵妇的那种感觉就是 比较素雅型的那种贵妇的那种那种颜色很适合她们 就感觉随时会啊就会配一串珍珠啊 然后就是戴珍珠耳环啊或者说 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她的唇膏都是滋润感很好的就是不会不会有那种黏的感觉没有 诶这个颜色 好大家闺秀的那种感觉 这个颜色这个也是黄皮不要乳白皮乳 白皮乳 好了下一个哦下一个是22F 诶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嫩的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驾驭得住 这个颜色它好像就属于偶色系我发现 就是很那个 就是咸良纯德 哦那个滋润感真好 这款颜色反而就是好像显白有点 就是白皮乳 黄皮也可以 这款黄皮也可以 我现在是自然光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我感觉说不上了 因为这款感觉什么年龄都可以用 就是年纪轻的也可以用 年纪大的也可以用 就是都可以用 但是在给人的感觉你是很温和的人 很醇厚 就是很 也不是朴素 就是很醇厚 三点水那个醇啊 很醇厚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像坏人 总之就好像他他家的颜色 我刚才试到现在试了四个颜色 就感觉就让人觉得你不是坏人 就是让人觉得你不是那种很奸诈的人 是是是那种 醇厚贤良醇厚 那种那种 反正就是很容易就把你归到被害者 那种那种 就是需要保护的那种那种人的 那种地方 接下来是推荐色号 120号 但是我觉得 这颜色太淡 简直就像唇膏一样的感觉 但是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粉的 有一点点的颜色的 但是有一点点的颜色 拿手直接上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 也其实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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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会变色吗 这个颜色 诶 诶 诶我的妈呀 这是会变色呀这个 我以为它是很浅很浅的粉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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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结果你们看啊 就是一会儿功夫 它的手 它看上去是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粉 很淡很淡对不对 但是 等到你拿出来的时候 它就 变了颜色 它颜色变了 哎呀哎呀 妈呀 怪不得它推荐啊 怪不得它是推荐色号啊 怪不得 这个 这个颜色有点神奇的呀 等我拿唇刷再上一点啊 哎呀哎呀 这颜色 这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的感觉 看想不到吧 你光看这个颜色 光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么浅呢 给大家看一下 光看这个 这么浅的颜色 你想不到它出来是这样的 哎好看啊 这个颜色 好看啊 诶 想不到想不到 这真是有点惊喜的 这真是有点惊喜的 我本来还不想试它 我觉得 这么浅的颜色应该不好看吧 我天 结果一上 好好看啊 好好看啊 这个颜色 它这个比较小 我就直接用手指上吧 比较好用一点啊 下面推荐的 下面它是26F号色号 有点深 我怀疑这个 我有点难驾驭 我怀疑啊 但是试一下 这个 这个 好看啊 诶 这颜色 不像它那个表现出来 你看 不像它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么深啊 这么 不像它表现出来的这么邪恶 这个颜色 出来就像中国的古典画一样的那种感觉 能够把这么深的颜色都做得这么不妖膩 就是做得很闲凉淑德 那我真的好佩服它呀 它怎么搞啊 对吧 你们看 就是它 这么深的红色它都能够 让你感觉不到那种很 幽里幽气的那种感觉 没有 一点都没有 反而是 反而是那种 让你感觉很 很 很 怎么说很 哎呀我觉得词穷了 这个 这个Mana的怎么 这个口红这么贤良舒得盘呢 其实挺好看的 一点都不妖 真的是一点都不妖 就是不做妖 没有让人觉得这个人很难应付 让人 没有让人觉得很 这个人很刁钻很刻薄的感觉 没有 一点都没有 就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 就是感觉 我感觉涂了这个 别人会问你 你口红是哪个色号 那种 OK我趁着太阳下山前赶快录啊 就是下一个是N16号 N16号 我也是用手指上 刷子这个太小了很难上 我16号 哎呀这个颜色 看上去很浓 哎呀好好看啊 哎怎么回事 这个 为什么看起来跟 能不能看出来 这是它涂出来的颜色 但是你看 它的这个盘子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第二个这个颜色 是不是很深感觉 但是涂出来不是的 就它的它的质感让人很舒服 它不黏也不厚 没有那种重量感 非常的轻薄 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就是那种 但是它又是那种 给你颜色了 又给你保湿了 哎呀 而且这个颜色很好看 这个颜色有点就是 哎 它 它直到现在 我觉得它的颜色都是很咸凉的 都是 都是那种 如果是犯罪嫌疑人 就最早把你给排除掉的 而且 而且很好看它的颜色 是那种白皮 白皮特别适合 有些妹子会问啊 就唇色深怎么办 就涂不出你 就是你看到的颜色 涂不出别人涂出来的颜色 那你就 拿这种 遮瑕盘里面的那种遮瑕 稍微用一点 就直接抹上去 遮盖 遮盖住你本身的唇色 嗯 然后遮盖住之后啊 你再用这个 纸巾 这么压一下 压一下 要不然 你后面不就 颜色涂出来 会那个嘛 OK 压一下之后 就还是比较淡的颜色了 这个时候你 这时候你再上 你需要上的颜色 现在我要上的是 十一号色 嗯 这款黄皮也可以入 这只是一款 非常咸凉树朵的颜色 我觉得那种就是 不喜欢张扬的妹子去上班 我觉得上班 带孩子那种 我觉得这种 她这个盘子颜色蛮好的 就是 就是色系上来说是蛮好的 让人觉得 你这人蛮好相处的 反正觉得你很善良 给大家再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直男应该都很吃这一套的 直男其实他们不喜欢那种大红唇 他们看不懂这个大红唇的美的 他们就觉得 你这个 你嘴唇颜色淡了 你就是画淡着 很神奇的我觉得 我发现 他们脑子就是这样子 下一个是16号 这又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忧逆的颜色 这个颜色 但我现在真的怀疑 我有干净的 我现在 果然是一点都不忧逆了 又是一款好人色 我再多涂一点 看能不能出来忧逆的感觉啊 出不来 他还是好人 这个颜色白皮可以入 黄皮可以入 黑皮也可以 黑皮其实 你大表 黄黑皮 很多颜色都用起来会很好看 只要你整体妆容给 给化好 反正 不像坏人 就是 不是浓妆艳膜的感觉 这个 这个唇膏的价格 应该是属于中高 OK 下一个是最后一个 300号色 这颜色好年轻的感觉 这个盘子真神奇啊 就是你光看它这个颜色 你光看它这个颜色 其实 但是涂出来一下都很好看 你看 又是一个好人色吧 而且它还不是那种死亡巴鼻粉 它是那种 咸凉巴鼻粉 这个黄皮不要入 白皮入 哦 这个直男肯定很喜欢的 这个颜色 我觉得直男会 直男会超喜欢的 直男应该真的超喜欢 就觉得 哇 这个女生真的好单纯 好不做作的那种感觉 哦 反正这个盘子的颜色 我觉得就是那种 可以广交天下好友的那种 真的 鲜亮春得色 嗯 OK 试色完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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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